哈囉,大家好,我是董基安 這次我要介紹節拍器的一些不同的使用方法 在節拍器的使用上面 其實我們可以依照我們不同的練習需求 然後去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去聆聽它 幫助我們訓練我們的節奏感 或者是更細微的一些節拍之類的 OK,那今天我要介紹的 聽節拍器的方式其實很簡單 有幾種練法可以推薦給各位 幾種簡單的練法可以推薦給各位 那一開始常見的就是 我們會把細微的拍子給切出來 像比如說 現在四個拍子 然後我可以切十六分音符 它的聲音就會長這個樣子 打聲一點 你就會聽到它四個十六分音符的聲音都會出來 那我就可以跟著這個節奏下去做練習 那就像我之前講的 我們可以越切越少 像比如說我們慢慢的練習 稍微準了一點了以後 我們就可以練到八分音符 它的聲音開始就慢慢的變少 現在只剩下正拍還有反拍的聲音 可是我們的手還是要彈一樣的東西 重點是你要感覺到十六分音符的位置在什麼地方 那甚至到後面我們可以切剩下四分音符 它就都只會有每一個正拍的聲音 那現在我要介紹的是 我們再切少一點 像比如說我們慢慢習慣這樣子的速度 這樣子的節奏感了以後 我們可以再把拍子切得更少 像比如說假設我只留第一拍還有第三拍的聲音的話 一二三四 就變成說在這個狀態下 我們心裡算的拍子就要非常的明確 你不能快也不能慢 因為你只要一塊一慢 它那個時間拖得很長 那你再數到下一個拍子 可能就會跟它不同步 那你的拍子可能就會跑掉了 OK所以 我慢慢的從比較 彈奏比較多的狀況 慢慢試到這個狀況給你們看 所以大概會長這個樣子 我先把它切回來 切到十六分音符 還是 那我所示範的歌曲 是 我自己的樂團 離開這樣的生活的其中一段 三 四 接著我可以把它切到八分音符 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們讓它聲音越來越少 可是我的彈奏狀況 一樣是不會變的 所以就會長這個樣子 三 四 在這個狀態下就等於說 原本會出現四個聲音 可是現在只剩下第一個聲音 還有第三個聲音 二四的聲音是不見的 所以等於說 二四的聲音其實你是要算在心裡面 那同樣的我可以再把它減少 剩下正拍 那麼 所以它一拍就會只剩下一個聲音而已 所以它會長這個樣子 最後我們可以來到我們剛剛講的那個階段 把第一拍和第三拍留著 第二拍、第四拍把它切掉 所以等於說 你要很清楚 現在所有的聲音越來越少 然後提示的答案越來越少 那可是剩下的一些拍子 其實是要很完整 很準確的算在心裡面 當然或多或少可能會互快或慢 這可能是沒有辦法避免 那我們就是要盡量練習 減少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我現在把二四拍的節拍器關掉 然後我們可以先聆聽一下 感受一下它的節奏 抓一下它的節奏大概會在哪裡 2 3 4 1 2 3 GO 1 2 3 4 2 3 4 4 OK 所以如果你想要再極致一點的話 好 你可以把第三拍切掉 試試看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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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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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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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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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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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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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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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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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